大家好,这节课咱们就来看一下关于卡币它这个网络的配置文件 咱们该怎么样从头到尾去写 以及呢,这个网络中它每一个层的每一个参数都是表达着一种什么样的意思 那么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一个整体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网络配置文件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整体的网络配置文件 它是像一个流程图一样,是吧,一个layer接一个layer的 就是说我们按照一个前后传递的顺序把这些layer组合在一起了 然后啊,一会儿咱们还会去单独的去看一下数据层啊,卷积层啊,持划层啊 看一下每一个层啊,分别它的一些参数啊 还有一些它里边需要的一些参数项啊,咱们该怎么样去写 那我先把这个关了 那么咱们啊,就是说在这里啊,我建了一个文件夹,就是叫做Copy Case 然后在这里边啊,我就是说会把很多Copy的东西啊,给大家分成一个小模块 一个小模块去写啊,咱们今天先来讲这个layer 就是说这个layer里啊,包括了很多个小的层 比如说卷积层啊,数据层啊,激活函数层啊,圈连接层啊等等 就是说Copy啊,常用的这些层里边这些参数啊,咱们该怎么样去写 那么首先啊,咱们先来看这个数据层啊 就是说数据层啊,是咱们第一个要写的层,是吧 因为咱们要想把这个网络啊,给它训练出来 那么首先咱们是一定要有数据的,是吧 数据啊,作为咱们第一个要写的东西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 关于数据层啊,咱们需要写什么东西呢 首先啊,咱们在这里需要先指定一个名字啊 就是说在这个layer下面,咱们先指定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啊,还是比较随意的啊 就是说,你要,你想让自己给这个层起什么名字 你就给它定义成一个名字就好了 然后啊,注意就是说这点type啊 这个type啊,咱们要写成data 就是说,告诉咱们的网络啊 咱们这个第一层,它是一个数据层 然后呢,这个type后面啊,我们看有一个top 哎,这个top代表什么意思啊 top代表意思啊,就是说 在每一个层,咱们每一个层不是既有输入又有输出嘛 是吧,一般来说呀 咱们用这个bottom,哎,用它来表示输入啊 就是说,咱们这一层啊,它的输入是什么啊 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数据层 因为咱们的数据层啊,作为咱们网络的第一个层 所以说啊,它就没有bottom这个项了 哎,它只有输出 它输出什么 一般咱们这个data层啊,输出只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输入,输出的是数据本身啊 就是这个data 另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label啊 就是说,一个输出的是x,一个输出的是y 是吧 咱们的data呢,一会儿就用来训练 一会儿啊,咱们的data就要经过卷积啊 经过迟化,经过全连接 咱们的label呢,哎,就是说 在咱们最后啊,计算 计算咱们的loss啊 或者说,计算咱们准确率的时候啊 就要用到这个label了啊 就是说,咱们这个data层啊 一般输出是两个东西啊 一个是data,一个是label 然后看,就是说我这里啊 有一个include的像 哎,这个include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啊,在咱们这个data层里边啊 其实,咱们在做这个训练网络的时候 是不是说,咱们一边要训练 一般要测试这个网络,是吧 哎,就是说有个自验证的过程 那么这个自验证的过程啊 咱们是靠什么实现的 哎,就是靠这个include啊 就是说,include里啊 我们看,这里写了一个阶段 哎,这个阶段后面啊 写个train,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啊,咱们网络 现在分成了测试阶段和训练阶段 是吧,如果说呢 我这里边啊,写上了一个train 那么这层的数据啊 只有在咱们训练的时候才会用到 在测试的时候就不会用到了 如果说,如果说啊 我把这个train改成test 那么就是说啊 咱们这一层的数据啊 只能在test的那个层去用到 哎,而且train的那个层呢 就不会用到了 然后啊,咱们接着来说 哎,看这里啊 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数据层啊 多了,出来了很多的参数 是吧,哎,咱们一个参数 一个参数来解释一下 首先啊,这里有个minfile 哎,我们看啊,minfile 它是指定了一个文件 哎,指定了一个文件路径 然后文件路径后面啊 包括了一个min.min的一个 proto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啊 就是说,它是保存着一个均值 是吧 哎,咱们这里要做什么 就是说呢 咱们一般的啊 要对数据做一些 处置化的操作 是吧 一般咱们要做什么样处置化 都会做一个减min的操作 也就是说呢 我要对数据啊 咱们这个data里边的数据啊 每一个数据 哎,都去减一个均值 那么这个均值代表什么 一般这个均值啊 就是代表三个通道的均值啊 比如说,咱们一般来说啊 是个三通道 就是这个RGB通道 是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的数据 哎,R通道上的每一个 像素点的值 都要去减去这个均值 是吧 我们用minR 就是说R通道上的均值 减去 然后呢 G通道上的每一个 像素点呢 要减去minG 哎,这个B通道像素点上的 每一个像素点呢 要减去minB 是吧 那么这个min值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这个min值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吗 哎,假设说啊 咱们现在有一万笔数据 是吧 那么咱们啊 就可以统计一下 这一万笔数据啊 它的一个R通道的均值是多大 G通道的均值是多大 B通道的均值是多大 也就对应着这个MR MG 还有MB 是吧 咱们要对咱们的所有的数据 哎,就是训练数据集当中啊 所有的数据 哎,先求出来一个 它的每个通道上的均值 也就是说咱们要求这么三个均值是吧 后面呢 咱们就要用这三个均值啊 进行相减啊 用咱们原始的数据 减去这三个均值上的数据 这个就是这个minFile它的作用 然后呢 关于minFile就是说 它这个东西啊 怎么做出来的啊 咱们一会儿 咱们后续啊 会有课门 会专门给大家讲一些小技巧 就是说这个minFile 咱们怎么样通过卡币这些工具啊 给它做出来啊 咱们现在只需要知道 每一个行啊 每一个参数啊 表达着一种什么样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Scale代表什么啊 这个Scale它是等于0.0039 哎,这个东西啊 0.0039是等于多大 咱们来实际的算一下 开个网页 咱们现在说它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的一些像素点 它是等于多少 0到255是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data data里边啊 每一个数值 都是在这个0到255区间上 是吧 哎,每一个像素点 就是咱们这个R啊 RGB三个通道上的像素点 都是在这样一个浮动的范围内 是吧 越大代表该点越亮 哎,有这么个意思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可能希望要做一个规议化操作 啊 规议化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把咱们的像素点啊 给它压缩到一个0到1的区间上 是吧 哎,咱们有时候啊 一般需要做这件事 是吧 那么这个规议化怎么做啊 这个规议化就需要咱们在这里啊 定义一个skyl是吧 哎,我们看定义一个skyl skyl等于0.0039 我们来拿一个计算器 啊,尤其我这个windows啊 它装的是个盗版的 它这个计算器啊 不是很好使 我们来算一下 就是说我们看啊 就是说咱们要做规议化 是不是说要让1除上255啊 1除上250等于多少 0.039 是吧 我们看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值啊 是一样的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哎,这里这个值啊 就是代表着 我们把 我们把原来从0到255 之间的一个像素点值 压缩到了一个0到1的区间上 啊 这个skyl就做了一件这么事啊 表示咱们做了一个规议化 如果说呢 你不想做规议化 你直接把这行注视掉啊 或者说压根不写这个skyl啊 那就OK了 然后呢 这个mirror什么意思啊 哎,就是说啊 咱们有的时候是不是说 需要做一个数据增强啊 啊 比如说 我的一个数据来了 咱们是不是说 嗯 假设说啊 我要做一个识别任务 哎,比如说 我这一块有一个人 啊 我想识别出来人在哪 那么对于咱们的数据来说 咱们啊 人在哪 其实跟咱们没关系 是吧 在图像中 哪个部分跟咱们没关系 咱们只关心啊 有这个人 是吧 那假设说呢 咱们在这里啊 做可以做一个数据的变换 比如说 咱们沿着这个水平轴做变换 是吧 沿着水平轴做变换之后呢 这个人呢 是不是就变换到这个位置了 是吧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啊 把原始 比如说原来 咱们有1万张图像 是吧 咱们经过了这个Mirror变换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能得到2万张图像了 是吧 也就是说啊 相当于咱们做了一个数据增强 让咱们的数据啊 现在更丰富了一些 那么这个Mirror 主要就完成了这样一个事啊 Mirror等于1 代表着 咱们啊 做这个数据增强 把镜像开启 0啊 代表着关闭 是吧 也可以用true和force来表示 这个Mirror啊 就是代表着这样一个意思啊 你可以做一个翻转 做一个镜像操作 使得啊 咱们现在能获得到的数据啊 会更多一些 然后啊 这里还有一个crop啊 这个crop是什么意思啊 我给大家画一下吧 这个crop的意思啊 比如说咱们原始的数据啊 咱们都给它resize成了 256乘以256的啊 所有的数据啊 都是这么一个大小的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啊 比如说啊 咱们想 哎呀 绝对这256乘以256的数据啊 有点少 是吧 咱们可以怎么办 咱们可以随机的查一下 是吧 比如说 我选一个227 再乘上227的大小 我在咱们这个256乘以256的区域啊 随机的这么查 是吧 比如说 我随机的这么查三下 每一下都是256 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三个227乘以227的图像了 是吧 也就是说呢 这部相当于什么 这部也相当于咱们在做一个数据增强的事啊 就是说卡币啊 也可以帮你啊 在咱们数据层啊 做一些数据的处置化操作 让咱们数据啊 更丰富一些 那么比如说这个Crop等于227啊 就是说咱们要在原始的输入上进行随机的Crop出来一系列的小区域 是吧 那么一系列小区域也是同样单独的作为每一个输入要输入到咱们网络当中来 啊 这个就是Crop的一个含义 然后啊 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接着往下看就是还有一些Data啊 Data的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说咱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咱们啊 这个啊 Data层 哎 所需要的一些参数 咱们还是不是没说咱们的Data呀 从哪来的呀 一般来说呀 这个Cafee啊 它要求咱们的Data呀 两种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就是两种格式就够了 一般来说是LMDB啊 或者是HDF5 咱们先给大家提这么一个事啊 也就是说咱们一般情况下要把数据做成一种数据库的形式 然后呢 通过数据库的形式啊 把数据库的圆给交给Cafee 那么Cafee啊 就会从你的数据库里啊 一点点去读 是吧 哎 为什么非要做成这个数据库的格式呢 一般来说啊 就是说 你做成数据库格式啊 一方面是方便卡币进行读取的啊 卡币啊 要读一张张图片啊 读的时候啊 也有一个速度的消耗 是吧 如果说啊 你这个图像比较大 然后呢 你还没有放在一个数据库里 那么可能读起来啊 就比较慢 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啊 我们这是一个Data层 我们的Data层后面啊 是有一个 后面我们就是包含了一系列的啊 C1V Convert加Pooling啊 一系列层是吧 咱们就不说加多少层了 那么咱们想一想 就是说 咱们在计算的时候啊 这些 就比如说卷积层啊 迟化层啊 圈圆阶层啊 它是用什么算的 它是用GPU来算的是吧 咱们可以用GPU来算 但是咱们Data层呢 咱们从哪取数据啊 咱们把数据取过来 这个操作啊 是不是CPU来算的是吧 那么咱们最优秀的共同速度 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是由它俩共同来决定的是吧 哎 你这个GPU要是算的慢了 咱们的速度会慢 是吧 但是呢 如果说你GPU啊 算的很快 但是呢 你这个数据源啊 跟不上了 你CPU的速度啊 却很慢 所以说呢 会导致啊 你训练也会很慢的啊 也就是说呢 咱们从拿这个数据啊 通过CPU 因为CPU啊 它是比不上GPU速度快的 你通过CPU啊 把数据拿到这个data层 是不是也需要消耗一些时间啊 是吧 所以说啊 如果说 哎 你不想做成一种数据源的形式 不想让做成卡比比较支持的 这种数据过的形式啊 可能会导致啊 它CPU这块很慢 CPU很慢啊 就是说会出现什么现象 这边GPU跑完了 哎 它就会在命令号上 打印出来一些东西了 哎 现在正在等待数据啊 等待数据过来 是吧 所以说啊 我也是推荐大家啊 咱们一般呢 就是说咱们既然用这个卡比的框架啊 最好就是说 按照它这些标准的格式是吧 它对什么样的数据库啊 数据格式啊 支持的比较好 咱们就用这样的数据格式啊 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啊 咱们来说一下 它的一些数据源的一些参数啊 比如说首先啊 这里有个sauce啊 这个sauce啊 就是说咱们首先啊 需要告诉咱们的卡比啊 咱们的圆在什么位置是吧 咱们需要告诉它 比如说这里啊 我定义一个路径啊 比如说我用一个lmdb的格式 定义了一个啊 我们的lmdb在什么样位置 那么咱们在这里啊 就需要把它的位置啊 告诉啊 就写在这个sauce后面啊 就是说这里啊 咱们需要写一个路径 然后呢 这里啊还有个batch size啊 这个batch size啊 就是说 咱们训练网络啊 不是说是一张图像 一张图像来训练的 咱们是怎么训练 咱们一般是一个批处理啊 就是说一次咱们迭代100张图像啊 或者说一次啊 迭代啊 这个100 其实写的不是很科学 一般来说啊 咱们是使用2的n字密啊 比如说使用个 我给你改了吧 改成64吧 一般呢 咱们是使用16啊 32啊 或者64啊 或者是128啊 那么这个 你选择64 还是选择128呢 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一般来说啊 我们希望这个值越大越好 是吧 因为这个值越大呢 出现棍子格的现象 就会越小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希望一次啊 批量处理更多的图像 比如说一次处理128张图像 那么通过这128张图像 它们共同的Lots 然后去 然后呢 再去做这个 呃 提度下降啊 然后再次去做参数更新啊 这样比较有一个共性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啊 一般来说 咱们限制在什么地方 基本来说啊 你的显存 也就是你的GPU的memory啊 咱们的显存呢 会严重限制着 咱们是选64 还是选128 是吧 我不知道大家的一个显存 是什么情况 一般来说啊 现在市面上 大部分的GPU啊 都是8G的啊 比如说这个1080啊 是吧 一个前一段成年出的 也是效果比较好的 它是个8G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TITAN X啊 TITAN X 它是12G的 是吧 一般我 我一般喜欢使用什么样的显卡 我一般喜欢使用 这样显存比较大的啊 虽然说 这个TITAN X啊 可能性能不如1080 但是啊 这个显存比较大 是吧 它是12G的一个显存啊 它一个12G的显存啊 是不是说 我这个Batch Size啊 我就可以设置的 稍微更大一些 是吧 这个还是看大家的选择 也就是看 主要来看就是说 你的显存是有多大 你的显存啊 如果说没那么大啊 那你就需要把这个Batch Size啊 设置的稍微小 那么一些了 然后啊 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项目就是说 咱们要选择的数据源的一个名称 是吧 比如说这里啊 我选择了LMDB LMDB啊 也是咱们Cafe啊 用的最多的一个数据源啊 关于这个Cafe数据啊 比如说LMDB或者是HDF5啊 后面会专门啊 这两个都会专门挑两堂课出来 给大家演示一遍 咱们怎么样去制作LMDB这个数据源 怎么样去制作这个HDF5这个数据源 现在大家只需要知道 咱们这个网络层啊 咱们从头到尾 咱们的参数啊 该怎么写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简单来说一下 就是说 这个看LMDB数据啊 我要做这个LMDB数据啊 其实跟上面的写法很简一样 是吧 只需要在这里啊 把sauce指定上它的路径 然后呢 指定上它的一个名字啊 就OK了 然后呢 对于啊 这个HDF5的数据源啊 我们在这里啊 我们看就是说 这里啊 我们这个sauce啊 它是一个.tnt是吧 这个.tnt呢 就是说 我要在这个.tnt文件夹里边啊 写上 咱们这个 每一个HDF5的小的数据库啊 它的一个路径啊 咱们之后啊 专门说这个HDF5的数啊 咱们再给大家演示啊 然后啊 这个卡片啊 还有一种格式啊 还有一种格式啊 就是说 虽然说比较简单 但是啊 并不是很推荐大家用啊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速度 可能会比较慢 是吧 好了 我直接说一下 就是说啊 咱们这个 咱们可以不指定一个数据源了啊 就是说 咱们不做一个数据库 咱们手里啊 现在一个文件夹下 有很多很多的图片 是吧 比如说 在这个Imagins的这个文件夹下 我们有好多 好多个图片 是吧 那么咱们就可以怎么写呢 咱们在这里啊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Source这个圆呢 写成一个.tft的文件 是吧 这个.tft文件呢 里边就包括了 所有图像的一个路径 是吧 前面是图像的路径 然后空格 加上图像的一个label啊 图像有属于第二类别 属于第十三个类别 还有属于第八个类别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要把所有的图像 做成 所有的咱们的数据 做成一个.tft的文件 是吧 .tft文件里呢 前面写路径啊 后面写上它的label 然后呢 咱们啊 就可以不用给它 做成个数据员 直接给它告诉卡币 咱们这个.tft啊 在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呢 咱们的byte size多大 就可以了 这里啊 就是说 咱们可能对这个原始的图像 没有进行一系列预处理 是吧 比如说在这里啊 咱们是不是希望 咱们的这个输入啊 都是一样大小的 是吧 咱们怎么办 咱们在这里啊 就是说 也可以加上一个新的参数 我们看 这里有一个6h 还有个neww啊 就是说 咱们要把这个图像 可以给它进行一个resize 是吧 如果说咱们想进行一个resize 诶 想个resize成256 咱们就把这个newh 还有neww后面 分别写上256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卡币啊 一个数据层啊 所涉及到的一些参数项啊 以及啊 可选择的一些数据源啊 数据源啊 咱们不用担心啊 rmdb和htf5啊 这两个是经常用的啊 一个是做分类用的 一个一般来说是做回归用的啊 咱们之后啊 还会详细的去说 SARS technologies 나는